各位看官 八十老翁门前站 三岁孩童染黄泉 不是老天不睁眼 皆因天道循环 京东有一个副总裁叫蔡磊 是中国电子发票创建第一人 以前呢我们说过他的故事 他换上了一种罕见的这个不治之症 叫做见动症 如今呢他的生命恐怕是走到了尽头 他呢和他的妻子为了治病 在抖音呢直播卖货 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蔡磊 这里是破冰驿站的直播间 他的直播间没有剧本式的砍架 和喊卖式的吵闹 很安静 镜头下通常只有他和妻子两个人 妻子一边展示物品 一边将商品的信息娓娓道来 蔡磊在坐在一旁 时不时补充两句回应妻子 蔡磊2019年 以前他是京东财务的副总裁 中国电子发票第一人 现在呢他更为人们所熟知的身份呢 是一名剑洞症的患者 剑洞症学名 肌萎缩厕所硬化症 一种运动神经元的疾病 患者会一点点的丧失运动能力 直至死去 剑洞症的原因 目前尚且不明显 而且呢没有特效药可用 一旦确诊通常只能剩下两到五年的寿命 如今蔡磊的生命几乎走到了尽头 你完全这种做好 很多都没有留意到去年 其实我就在做生活的事 那这般人 这里自然隐瞒 而且这里有表现 都不知道自己发不清了 就这么准备 我第一天花了一天 就是基本上被剑 按摩 然后干脑 然后 然后 跟着我都关了手 外经人往不想尿 都还能体验过一遍 我妈妈好哭了 你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 老爸病得非常重 就是几年内就会死去 所以我很愧疚也很难受 这是我的错 我给了他 四岁六年龄不应该承受之重 我就跟他说 你爸爸快死了 我希望你能早一点成长好好学习 支持爸爸一起来救命好不好 别人玩你不可以玩 别人可以放松 你不可以放松 说完我觉得特别后悔 因为四岁的孩子 我是跟他这么大压力 他要是抑郁怎么办 抑郁不健康怎么办 他委屈 哭好的样子让我 回忍不去 我是难受 看着的确是让人心酸啊 这个病啊 没有好的治疗方法 今年呢 是蔡磊患病的第四年 全中国呢 有十万名 见动症的患者 每年呢 因此死亡呢 超过两万人 蔡磊呢 现在双手双臂 已经瘫痪了 双腿勉强还能走路 声音呢 已经受到了影响 嘶哑 发音已经含糊了 曾经习以为常的小事 喝水 穿衣 都不能自理了 需要别人的帮助 医生 告诉他 一定要好好休息 调养 才能尽可能的延长 一段时间的寿命 他的回复是 哪怕我明天就死去 今天也要24小时 奋斗在攻克 见动症的事业上 我坚信有希望 这是蔡磊40年来 始终坚守的人生信条 面对无常的命运 他选择硬杠到底 1978年啊 蔡磊出生在河南商丘的 一个军人家庭 家里面穷得叮当响 父辈在罪恶的时候 连老鼠都吃过 蔡磊出生以后呢 这种情况 没有什么好转 蔡磊的家 是一个四面露锋的屋子 一到冬天 屋内就结冰 一家人动的手脚通红 穿的衣服也是缝缝补补 玩的玩具 都是其他孩子丢的 蔡磊这样的环境里面 度过了童年 军人出生的父亲呢 对蔡磊的要求 是非常严格的 每次吃饭的时候 都会苦口婆心的教育他们 虽然那些 要想过上好生活 只有努力 一切只能靠自己的思想 在那个时候 是听起来像说教 但是已经刻进了 他的骨子里边 十岁的时候 蔡磊每天四五点钟就起床 别的孩子沉醉在梦里边 他已经起床 跑步打拳 背英语 考试的时候强制自己用一半的时间 提前教教 而且要拿满分 蔡磊凭着一股子疯狂的狠劲 考上了中央财经大学 97年 大三的时候 他父亲确诊为肝硬化的晚期 这个病做肝移植是能治的 但是蔡磊家里边一时 一年的收入才几千块 面对几十万的治疗费用 只能放弃 父亲去世了 蔡磊对父亲的死对他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自己呢不够狠 不够强大 没办法扭转这一切 硕士毕业以后呢 蔡磊离开了体制 进入企业打拼 先后在三星 安利 万科都留下了足迹 2011年蔡磊来到京东 那一年蔡磊33岁 业内有个外号 叫拼命三郎 有什么结案项目 只要他一接手保准 立马就飞速推进 蔡磊说什么事 只要我开始做 你们就别想给我竞争了 因为我做起来 是不要命的 那个 关于996 是不是能掏空人的身体 这个还没有定论 但是蔡磊的确很疯狂 他进入京东第一年 发起了成立电子发票小组 带领团队 只花45天时间 完成了其他团队 10个月的工作量 开出了中国内地的 第一张电子发票 每年为公司省下一元的财务成本 而且把电子发票推广到 各行各业 那个时候呢 每天工作晚上10点 回家以后继续奋战到凌晨 第二天8点再准时上班 他主张效率第一 他的朋友圈 常出现的记录 早上乘高铁出发 中午抵达上海 当天晚上卧铺返京 次日直接回单位 一路处理了三位数的邮件 一低头一抬头就到站了 一分钟都不浪费 蔡磊当时跟他的妻子相亲的时候 蔡磊说 第一次见面 我就说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第二次见面就求婚了 认识两周以后 就定下了终身大事 一切都很效率 儿子也迎来了降生 一切都在平凡幸福的道路上 而且还在加速 实属无常的命运 2019年9月30号 他永远记得 这一天 见动症的权威 告诉他 应该只有这一种可能了 宣告了他的绝症 2018年底 蔡磊的左胳膊 开始24小时不停的肉跳 那个时候拼命三郎 以为自己只是疲劳过度 休息几天就好了 几个月以后 这种肌肉震颤的现象不见 减轻反而越来越重 已经到了不能不重视的地步了 先后跑了很多的顶尖医院 没法确诊 他在专家那里 最后得到了一个确切的答案 见动症 医生告诉他 他比了一段 大约20厘米的长度 然后说你的生存期有这么长 随即迅速的靠近 两个手掌几乎合拢 说中间的距离 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现在还有这么长 蔡蕾的生命 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了倒计时 他认为他的内心比较强大 但是那一刻他内心世界还是崩塌了 见动症的致残率是百分之百 自己在清醒的状态下 被一步步的锁死在冰冻的躯壳里边 眼睁睁的看着吃饭喝水穿衣 这些小事 最后变得难如登天 最后只能瘫痪在床 离开医院以后 他陷入了一种不知所措的境地 他体会过家人患病的绝望 现在呢 蔡蕾呢 不想让妻子体会绝望 他告诉妻子说 我们离婚吧 妻子呢 对他呢 不离不弃 说结婚不就是为了相互提供后盾吗 我就是后盾 几天之后 蔡蕾自己打车去住院了 这个蔡蕾在这个运动神经元疾病的病房里边 看着开启的病房门里边 有人喉不插着一个管子 一动不动的躺在床上 蔡蕾感觉到了人间地狱啊 蔡蕾在治病的第一年 啊 大家也都看到了 自己说各种各样的巫婆神棍都来了 他被骗了一千多万 随后呢 蔡蕾呢 振作了起来 蔡蕾呢 想从事把医院之间的数据患者信息整合起来 啊 然后呢 建一个平台 他从一个人一个人的去联络 还是走的那种IT互联网的思维 啊 他建立了一个群叫做见动症之家 有好几百的病友 啊 这个蔡蕾呢 通过寻找一些 这个怪力乱神的民间的治疗方法 也证明了那些东西都是骗子 见动症解决不了问题 最重要的还是药 必须得有药 蔡蕾呢 他就一个人准备攻克见动症的这个药品 一天呢 要阅读好多篇的论文啊 如果找到有助于见动症的攻克的线索 他会马上联系这些科学家 2020年呢 2020年呢 他在一篇文章上读到啊 说 八痕组织 有一个教授说 可以通过神经再生性基因疗法 逆转八痕组织的活性 是吧 那么 他眼前一亮 如果这个神经再生的技术用于再建动症的话 是否意味着就可以解决了呢 他就找到了专家 但是呢 这个蔡蕾需要面临一个融资问题 他在京东的时候呢 他面临的大大小小的融资项目呢 虽然融资金额巨大 但是呢 有京东这个平台的背景做背书 没有什么融资方面的大障碍 可是呢 他现在是一个人 一个人啊 他找那些投资的 原来投资京东的那些伙伴们 人家觉得投资他风险太高了啊 基本上没有人拿钱当水漂 于是呢 蔡蕾把目光 也就是转向了慈善捐款啊 他自己呢 也发起了什么建动症的慈善捐款 他呢 带头捐出了一百万 可是呢 全社会的募捐呢 看看只有十余万元 离目标金额相去甚远 这个时候呢 他的这个助理啊 团队啊 也都给泼顶水了 看不到了 希望纷纷离职而去 这个蔡蕾呢 想推动一个新药的这种研制 谈何容易啊 所以他只有两个结局 要么死去 要么去攻克这个历史性的 这个绝症 他呢 这个到现在开始 2022年的年初 开始为自己的身后事做准备了 成立了可以永久存续的 攻克建动症的慈善信托 信托基金呢 即使自己没了 也能支持科学家的工作 同时呢 和他妻子筹备了直播卖货的破兵驿战 直播间 蔡蕾所做的这些事情呢 可以说是他生命最后的一份交代了 所以呢 蔡蕾现在呢 希望自己离去的时候 他的存续的这些 这个基金之类的 虽然不多啊 虽然不多 他自己的钱为主 能够给这些建动症 50万建动症的病友 带来生的希望 我们祝福他 生命无常 珍惜当下 各位啊 点个订阅 下期再聊